各位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黄明明 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独立特派员节目 上个月底的巴仙乐园粉尘爆炸意外 带给台湾社会无限的伤痛 而在伤痛的同时 我们更要直视问题的癥结 也就是从政府到民间 对于大型活动的安全防备 跟紧急救护观念是否足够 也不止演唱会 许多体育比赛跟园游会 也都是大型活动 但是一般人顶多会注意现场 有没有医疗站 对于其他安全规划 几乎是完全不了解 事实上因为活动主题的不同 在不同环境会有不同的意外风险 事先做好专业的紧急救护计划 真的非常重要 但是很遗憾的 目前多数的大型活动 并没有对主办单位有相关规范 参加民众只能自求多福 各式各样的大型活动热闹登场 民众开番之际 有谁想过安全的问题 我们台湾的演唱会 其实是完全没有意义 大型活动的救护工作 需要事前的专业规划 不同的一个活动项目 会产生不一样的危险性 最后所做需要做的一些活动规划 一定是不一样的 活动意外频传 谁来为民众的安全罢关 1997年一场万人拔河活动 没有人想得到 突然断裂的绳索 会造成震惊社会的断臂事件 当年在马街医院 担任急诊部主任的张国颂 接到好几名重伤病患 冲进来是有一个人戴着手臂进来 哇 好大的一只手 前面有医疗站 结果那医疗站是 医生跟护士跑出去 也去外面玩了 结果发现事情的时候 医生护士挤不回去 在急诊室收治过各式各样 因为意外造成重伤的病患 他开始思考 国内举办不同类型的大型活动 聚集民众数千甚至上万人 一旦意外发生 却没有完善的紧急救护计划来应应 比赛的目的在哪里 其实比赛的目的在冒险 可是冒险不必冒着生命危险 那我们对于伤病的评估 绝对是低估 绝对是低估 2015年一场彩色趴的严重事故 又是没想到或是刻意忽视危险的后果 随着新形态活动的引进 事故发生的类型也不同 但是这么多年来 从政府到民间 对于大型活动紧急救护的观念 没有太多的改善 四 三 二 一 路跑运动中 经常听到跑者发生热衰竭 心脏疾病等问题 甚至导致死亡意外 我帮你了 我帮你了 家属质疑 从事发当时到送上救护车 一共花了十八分钟 在第一时间还用没有救护设备的 随行车辆载送 最后才转送到救护车上 医护人力和装备明显不足 延误了救治 去年八月发生的这起意外 主办单位不愿意对外公开 活动的医疗规划 因为台湾风路跑这么多年来 并没有相关规范 直到二零一四年九月 在行政院消保处的写请之下 体育署才公告了 最基本的医疗站设置方式和规范 但是在活动中 意外总是在意想不到的地方 悄悄现身 大型活动紧急救护 不只是让救护人员 进驻在医疗站这么简单 专业就在每一处细节里 明文侠二的泰鲁格马拉松 看在专家眼里 在这样的环境中 举办大型活动 根本就是对紧急救护工作的 重重挑战 在一个峡谷段 转弯段或是一个落石段 你可能就要部署的 就要更密集 所以而不是说 我一个活动二十一公里 我就是平均五公里 五公里 五公里 并不是这样的规划 所以为什么会提到说 为什么活动规划会那么复杂 为什么那么需要专业的机构 或专业的单位来做规划 这就是一个人会的美感 一旦跑者发生意外 必须在三到五分钟的时间 抵达事故现场 在拟定救护计划时 就必须将各种因素考量进去 电极器结合CPR 很重要 因此我们就 如果能够在两分钟之内 到达病人的现场 方便人做CPR顺便电极 它的存活力就高很多 所以我们在设计活动的时候 就尽量能够在 越短的时间越好 告诉工作上面 你的救援人员是骑机车的 三分钟可以骑多远 但是你在一个 峡谷路线很狭窄的 一个集体式的马拉松的时候 比如说泰国的马拉松 人员集中在路线上面 那你要能够三分钟到现场 你机车事实上是骑不动 担任过泰鲁阁路跑救护工作的 彭康佑当时向主办单位建议 救护车的待命位置 应该配置在上方 这样才能将患者 往出口端运送 而不是配置在下方出口 救护车还得进出折返 耗时又鼓励救援 在峡谷地形需要穿透性强的 短波无线电作为通讯工具 除了考量通讯品质之外 也必须考量到 紧急救护工作的特性 主办单位是不是能够提供足够且专业的配置 攸关活动的支出成本 但是有多少主办单位 愿意为民众的安全支出成本 又有多少主办单位 体验到紧急救护的重要性 只要聚集超过一千人 持续两小时以上 就符合大型活动的定义 但是除了路口 在去年开始有紧急救护的相关规范之外 云游会 演唱会这些民众经常参与的活动 依旧没有强制性的规范 我试问 室内型的 医疗站在哪里 你认为他会设医疗站吗 他会认为说 我如果用巨弹 巨弹不是有医疗站 那医疗站是人家的事 他不管 这个也不管 后来怎么办 没有人管 这个就是我们台湾的很大很大的问题 这次的城堡事件 完全曝露出这样的问题 主办单位赚钱盈利 却让参加的民众曝露在高风险当中 我们学会在几年来也推了一个观光地区紧急救护制制的条例 那个条例也规范到民间游乐团 什么通通都有规定 其实这个规定 可是业者会闪那个漏洞 这次的那个八千元 它就是不正常的使用 它其实这个反例就是不可以提供这种活动 专业救护人员指出 在抽干的游泳池那一半彩色趴 几乎是一个变相的室内空间 一旦发生意外 逃生和救援动线就会面临问题 这家游泳池它有毕竟它有它的高度 当人员发生灾的时候 它没有办法立即的像在平面式的户外 做散 四散 做逃生 专家坦言如此大量的烧烫伤病患 现场无论有再多的救护员也无法因应 但至少可以进行正确的紧急救护 那你第一个你可能要为你的伤口先减温 那家里的自来水也许水质没那么好 自来水或是甚至一些低下的水质 可能没那么好 那你又没有办法得到医疗级的 所谓生理食言水 无菌水的保护 那我会建议你用矿泉水 用冲林的方式去做冲林 我们不会叫人家飘进游泳池 里面什么飘飘池 只要扑过那三个都不会愈合你 而且都感染 我们是在现场的话 我跟你打一个保证 我一定打你 我说准备点击点击 因为一早时打你点击一通一打 那后来你就全部都打不上了 原本欢乐的活动 却让许多年轻生命付出沉重的代价 从政府到民间 能不能从这次重大意外中 正式活动安全和落实紧急救护计划 尘暴意外之后 花莲县政府举办的演唱会活动 因为安全的关系 取消了往年都有的烟火表演 现场紧急救护也增加了人力 有甚至消亡的一个救护人员 还有各项装备 在我们的会场里面 如果一有紧急的一个状况的话 我们可以马上立即的处理 我们担心有人昏倒 有人在过害的状况下 会出了什么意外 所以我们分两个位置放急救箱 当你在CPR的时候需要给氧的时候 我们强制给氧使用的 那或是说民众有过度换气的时候 给他做一个吸入氧气的一个动作 可以缓解他的症状 然后保持他维持他的生命真相 然后来让我们的救护车紧急送医 一旦发生意外 救护和疏散动线就是关键 现场配置了一名医师 两名护理人员和六名救护员 还有两台救护车以及一台消防车 张伯颂提醒民众 不是有医疗站就有保障 他的设置和内容也是一大学问 他距离门口左右 能不能接触到外面 里面可不可以通到外面 这是重点 同样大家在设医疗站 有谁知道这个医疗站里面 有谁在里面 你有可能只有一个医疗志工在里面 除了活动现场的安全和救护计划之外 一场大型活动的举办 也连带的影响到周遭环境 台湾在去年就举办了 四百四十七场的路跑活动 这些向民众收取费用的主办单位 却将许多无形的成本转嫁到工部门 和一般民众身上 台湾使用我们道路路权 这个部分而举办的大型活动 比例算是相当相当的高 警力还有我们的紧急救护 我们消防体系的 本来就已经这种工作负荷量 很重的情况下 在遇到这种权限要交管 而且用路人的权益受到影响 这部分我觉得从中央到地方 确实是有需要应该去思考 它本身使用者付费 目前除了医护人力 需要使用者付费之外 大批出动的警销 却是为谁服务 民间的组织 它要去办一个活动 今天如果是一个公益性的活动 请求公家单位来支援 这相信公家单位 很乐意去支援 但是如果是一个收费的活动 收费的一个项目 运动项目 这个我相信 这个不应该转嫁到全民来负担 制度法规总是落后于社会的需求 但是一场城堡意外 带给台湾社会的 不应该只有伤痛 是时候让法规 纳入活动的规范中 从政府到民间 共同建立大型活动 紧急救护的安全思维 魔鬼藏在细节里 台湾每年几百场大型活动 只要有一个环节出问题 就可能点燃像八仙这样的悲剧 唯有赶快定出一套 能够防范于未然的制度 才能够避免噩梦重现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稍后马上回来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